远东最大的增门水库 在工程人员和荣工门六年的努力之下 已经全部进攻 这座由我国工程人员自立兴建完成的水库 在施工期间 由于荣工门日夜轮班赶工 各项工程都将原计划提早完成 已在今年4月28号封闭岛水隧道 开始蓝续吸水 并于6月24号开始发电 到9月底止 已经供应灌溉用水达2亿8千多万立方公尺 现在设有三座大闸门 近宽45公尺的多阶式陡槽翼红道 和体积920多万立方公尺的土石大坝 也都全部进攻 三文水库工程局员工和荣工处员工 特在10月31号 总统华旦的那一天 以这项伟大的水库建设成果 呈现给总统祝寿 三文水库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顾文奎 在祝寿会中 代表政府加免全体施工人员 并以奖状颁发给容工处等有关工程单位 工程局长刘芳叶也致此感谢全体工程人员的通力合作 高度发挥团队精神 使水库如期完成 提早发生效益 并把完工证明颁发给有关包商单位 这是设置在大坝右岸的纪念碑 在黑色的大理石上雕刻了金色的字 简明额要的 技术着曾文水库有关工作单位 各项工程的状况和兴建的源起与经过 作为永久的纪念 接着在发电厂办公室 举行发电厂交接仪式 将发电厂由工程局正式移交给台湾电力公司 接管营运 副主任委员顾文奎 工程局长刘芳叶 和电力公司发电处长朱宝熙 先后致辞 一致认为 在能源缺乏的今天 有一座新的发电厂参加生产行列 是值得大家高兴的一件事 曾文发电厂 是一座地下发电厂 装置五万千瓦发电机一部 利用水库的蓄水落差发电 一切操作均由控制系统自动管理 发出的电力输入台湾电力系统 供给全省应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